大家好我是冯马迁 今天分享红烧豆腐 我们这个豆腐方块一块二 然后这样 切成一厘米左右厚度 然后用个碟烫开来 一块一块摆开 等会炸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这样的盘子让它滑下去哈 干冬菇不太方便呢 家庭里面呢 就可以用新鲜的香菇哈 斜刀斜刀一开四 没有胡萝卜那个花 就用红蘸椒代替 再来大蒜 轻轻拍一下子 不要拍得那么用力 OK 好了 红烧豆腐的材料 都在这里 豆腐 菜心六条 微边 拍蒜 然后红辣椒 配一下色 然后香菇 新鲜的这个色 好 我们开始 我们时候都打成油温啊 锅边冒烟的状态 这个时候一定要关火 往里面一倒 油温要够高 它的豆腐皮才能够酸煎 给炸的不会粘在一起 把油温升起来 把它炸的更加净滑 好OK 我们把它捞起来 把这个大蒜 把这个大蒜 把蒜香味炒出来 然后蒜香味炒出来 然后蒜香味炒出来 蒜香味炒出来 大概一汤匙 主要以鹅油的味道为主 最好有大蒜鱼粉更香 放一点点 好 鹅油要爆一下它才香 然后放一勺的水 香菇也放下去 豆腐 然后关上一点火 把它慢慢的焖入味 放少了鸡粉 生抽一点点 别太多 把辣椒放下去 最后放点老抽调色 然后放点老抽调色 再放一点点 再放一点点的明油 往锅边里面浇 好 刚好它就大大多样了 OK beautiful 啊 漂亮 来 红烧豆腐 我们再把这个菜心围一下边 围一下边 好看一点菜心 来 我们红烧豆腐好了 好了 煎给大家尝一个 嗯 酱